大家好 我老婆给安吉拉拍照呢 我们今天又出来办证件了啊 昨天办理证件啊 他们给我们打电话跟我们说少少了一样东西 也就是说我老婆的这个身份证复印件 少了这个 所以昨天办理好之后 然后提交上你材料 然后今天又把这个身份证复印件送过来 然后顺便又问了一下其他的证件 现在饿了 在这边吃点东西 我们看一下 安吉拉特意就是故意下来 然后下来之后就不往那上面坐了 你不要扒这个凳子 人家刚摆好 走 走 快点 去 跑外面去了 进来 我老婆 我丈夫娘安吉拉三个人吃这一份米 我跟他说 我说你们三个能吃饱吗 我老婆说能 这一份太大了 他一个人吃不完 确实啊 这一份米 有我老婆的饭量确实吃饱 哈喽 吃到什么 是不是米饭 吃吧 安吉拉 安吉拉吃的鸡肉 鸡肉 啊 鸡肉 好好好 安吉拉要鸡肉呢 我老婆一块一块的给他撕下来 啊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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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吉拉要番茄酱吗 来吃 啊 吃吧 安吉拉 鸡肉蘸番茄酱 啊 鸡肉 鸡肉站站在那上面 就这里这里 哎 安吉拉 叉子不要了 也不吃了 光 只光顾了吃这个番茄酱了 安吉拉在家里面也吃番茄酱 我的汉堡 是吗 你要吃哪一个 啊 你要吃汉堡啊 啊 你要吃汉堡啊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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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啊 嘿嘿嘿嘿嘿 安吉拉不吃了 安吉拉就扔了等一下 扔了满地都是 好好吃吃 汉堡安吉拉刚刚吃了一口 吃了一口就不吃了 安吉拉嫌尽太辣 我也没想到他们做的这个汉堡啊 特别的辣 是吗 啊 爸爸不做 你做你做你做 啊 好好好 还有一份那个叫啥牛肉 牛肉串还没有上来呢 烤串 烤串这个 烤的这个牛肉啊 好像是6串 640卢币 640 折合人民币多少钱 20块钱 还不到20块钱 我大舅哥来我们家让我们去他们家吃鸡爪子呢 说我大舅嫂子买了很多鸡爪子在家里面做鸡爪子呢 干啥呢 安吉拉 我都会让你来 好好好 走了走了走了 爸爸 走啦 啊 好 妈妈 什么 你过来呀 好好好 走走 好大舅哥 在那打一会游戏 还有 我老婆一个侄子 你不要爬摩托车 等一下倒了 妈姆摩托车 我知道那是妈姆的 摩托摩托 其实巴基斯坦 他们这边摩托车 不叫摩托车 叫摩塞 安根 安吉拉说中文摩托摩托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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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吉拉不去安吉拉在家 嗯 拜拜 你走吧 你走吧 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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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哭了 一说不让他去哭了 鸡爪子 我老婆 和我大舅哥两个人不吃 我哭了 我哭了 看安吉拉在那吃呢 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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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想吃 不让他吃 让他吃那个土豆 锅里面还有啊 锅里面还有很多 那一个拿着在那吃 这个丫头 不能吃肉 回来了 我大舅哥女儿去补课 上到补习班 然后上到好像是八点多钟 他们是分批去的 因为他们这边 中午上课 六节课 一个中午全部上完 下午去补习 然后就是那个补习班啊 就是分批去 是私人的补习班 我大舅哥的女儿 这个礼拜排到了第三批 六点去 然后就是八点 八点多 八点半嘛 然后就回来了 这个鸡爪子 我大舅嫂子 还让我们 带过来 一点 没有吃完 在这里面 这个袋子 这里面还有一点汤 还给我们带回来一点 好了 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视频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